而预计明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《死士》第二集 14号在加拿大温哥华拍摄时发生了死亡意外 一名特技女演员因为骑程重机失控撞上大楼落地窗 送医后不治 至于发生的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一部黑色重型机车倒在人行道上 一旁的大楼落地窗破了一个大洞 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两名园警在现场看守 周边道路也拉起了封锁线 因为这里刚刚才发生死亡意外 漫威电影《死士》第二集 在加拿大温哥华街头拍摄时 女主角的替身骑程摩托车发生意外 整个人飞在半空中高速撞进大楼落地窗 剧主发现苗头不对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不过这名演员到院后依旧宣告不治 片商福斯电影公司事后发布声明表示十分难过 此事大量运用动作场景 必须经常动用特技演员博命演出 没想到却发生意外 至于意外发生的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厘清 从未来变异